大家好,欢迎收看1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交通部观光局2021年台湾经典小镇3.0的名单出炉 在全台有30个乡镇入选 其中可以远眺清水断癌超美七星潭的新城乡也获选了 游客可以骑上临海自行车道 游览七星潭海湾 体验渔村文化,经过193县道往北 还可以来到新城乡的老街 而新城乡上下也迎接整个自行车旅游年的到来 现代县厂长和立开表示 公共局为了迎接2021自行车旅游年 自全台挑出30个乡镇 并且推出经典小镇3.0名单 现代厂位花莲县北端 狭长地形犹如雀桥,海环抱美丽七星潭 民众集成在两潭自行车道上 将能够迎接海风深入社区 体验渔村,农村文化,还有感受到军事中地的神秘 最近报道杂志一直在报道一些事情 就是新城乡获得110年台湾金典小镇30名当中的其中一位 而且是在十名一年的一个金典小镇 我想这样的一个殊荣是属于我们新城乡所有的乡亲 在今年110年 我相信在我们整个规划当中 对于我们金典小镇的各项的活动的推动 我也希望各位乡亲全力来给我们支持好不好 好 我一直在讲新城乡是一个大家庭 不分族群 各方面的文化的推动 大家互相来支持 大家互相来肯定 而且大家互相来尊重 不管是原住民的风铃记 补医区补脑记等等 还是我们汉人的道教的宗教礼仪等等 大家互相来尊重 再来回一条表示 新南乡自行车道 另外包括了龙泉公园铁马车道 北起嘉陵村之后 车道横越稻田一旁则是平交道 可以火车一桶骑行 搭配利用的树林 可以说是相当的舒适 期盼在近年小镇上 吸引更多的游客走入星辰 享受小镇的深度之旅 记得很容易 请要不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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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